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下的女人 她竟然能打开一时空 释放可怕的怪物 可怕怪物在女人的指令下开始攻击重量 光头第一个冲上去 但没想到被怪物顺扬 同伴赶紧冲了上去 向怪物发起猛烈进攻 但很快就被怪物撞飞数百米远 其他人见状赶紧施展压登法 硬将女人困住 然而尽管女人被反应困住 但是她依旧可以控制怪物攻击猎物 尽管她们奋力抵抗 无奈实话蜥蜴实在过于强大 没一会反抗的猎魔人就死伤惨重 看到自己视如孩子的猎魔人被怪物杀害 队长只能不断地增派人手过去支援 面对成员的不断呼叫 队长无奈只能解开亚登法硬上前支援 然而实话蜥蜴实在是太过松露 没一会他就不断呼叫 他就被甩飞出去 其他人则更惨 被伤得体无完肤 看到自己视为孩子的猎魔人陆续死在自己面前 愤怒的队长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 想要阻止这场杀戮 就必须先解决源头 紧接着他怒气冲冲直奔女人 准备将他干掉 你永远会被我 然而就在他动手中 杰洛特出手拂止了他 因为他始终相信女人能够抵抗身体里的恶魔 然而就在他与对手谈斗的过程中 女人趁机再次念起咒语 召唤更可怕的存在